好 我們看到其他大逃亡 也講了很多故事 因為事實上迪頓也來 台灣做過研究 研究台灣的儲蓄跟消費的行為 因為他認為台灣 曾經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但他走了之後 台灣就好像變得 跟他的成功想法不一樣 他提到幾個重點 他說這個新發明跟創新 生產方法會使得既得利益者 產生嚴重的衝擊 所以他講說 當這個生產制度的改變 或新發明 或遊戲規則改變的時候 會導致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抗 他舉了東方跟西方 給你一個例子 他講正和向新洋 他說為什麼正和在1930 1430年 會終止他多次下西洋 主要原因是明朝的皇帝 發現正和多次下西洋 所帶來的商貿政的影響力 越來越大 所以當時明朝為什麼進海 正和的下西洋變成了絕響 原因就是當這個新的海上的遊戲規則 一個陸上的皇帝 陸上的皇朝不能接受 那奧地利的皇帝也一樣 他甚至禁止鐵路新界 我不能跟歐洲鐵路相接 因為他認為鐵路只會輸入革命 所以事實上我們看到很多的反對 包括台灣去年的太陽花運動 它事實上會導致既得利益者的反彈 那當然也會重新分配 所以我們常知道我們希望新的遊戲規則 把台灣的所得真財富重新洗牌 所以到底年輕人是要反對還是歡迎 要沒有 矛盾就出來了 你歡迎的話就大洗牌 會不會是你 不知道 可是不開放 不洗牌 永遠不是你 我要請教一下丁安民哥 我們看一下這個敵頓的得獎 其實帶來很大的思維的改變 第一個是總體 從上往下的經濟理論 現在沒效 英文鈕票沒效 降稅沒效 他是從下往上 真的得到諾貝爾獎 非常意外的肯定 您的觀察 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 全球的經濟都是自由主義 市場經濟當道 像Freedman那一套的講法 就是小政府 然後讓企業家 老百姓 自由發展 然後政府應該放鬆各種管制 貧富不均 是資本主義最大的動力 越窮人想翻身 對 這個問題就來了 你知道嗎 走到極端的時候 只有運用國家暴力 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這種道理其實2000多年前 中國人就知道了 管子 大家都知道 管子春秋時代 輔佐齊環宮稱霸 第一個 就是把經濟搞好 廢除景田制度 第二個鼓勵工商業的發展 甚至於政府開關機 來刺激經濟的活絡 還有商貿的往來 但是管仲很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財富可以憑空創造出來 但是財富的分配也很重要 所以他講了一句話他說 這個凡治國之道必先復民 我們處理經濟發展 如果老百姓沒錢 那這種經濟發展不要也罷 民富則易自也 民貧則難自也 就是老百姓沒錢的時候 很難管 跟他講任何好話 他都不會相信你這句鬼話 所以為什麼中共建國初期 搞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 講了一句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 什麼意思 為什麼 因為在49年中國大陸建國以前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封建社會 基本上的經濟是地主跟電農 對 財富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老百姓當然要造反 新的社會主義政權的建立 就是要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 對 這是國家暴力 林頓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他還提到一件事情 他有提到就是說 你如果社會財富增加以後 你沒有好的社會福利制度 去保障一般老百姓生活的話 哪怕你科高稅對不對 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哪怕他算過 就是高到百分之七十八十的話 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也不能改善貧富差距 也沒有 因為為什麼 因為資本永遠在少數人手中 對 我這個例子 其實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北宋最明顯 北宋初年的時候 因為宋太祖他是高級軍官出身 對 所以他建立北宋王朝以後 他很少去從事這個 社會分配的問題 對 他的弟弟宋太宗 還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富士聯我簽沒 有些人最好遍地都是 衛國守財爾 因為有錢人多了以後 政府就可以磕稅 所以北宋初年 政府的年收入 大概是一千多萬罐 但是到了北宋初年的時候 已經接近一億罐 增加了幾倍 但是最後國家還是倒掉了 為什麼 我跟大家舉一件事情 北宋初年一般老百姓的工資 一個人大概一天是一百文 到北宋末年的時候 還是一百文 但是北宋初年的時候 一彈米大概七八十文 甚至於四五十文 到北宋末年的時候 一彈米大概是兩千五百文 那一樣的工資 工資都沒有漲 然後物價都不斷增加 有錢很有錢 通貨增加了 這個情形你不覺得很像現在的社會嗎 現在社會就是通貨 不斷地膨脹增加了 但是物價漲起來了 老百姓的收入少了 當然就會有不平之聲 所以你從去年的諾貝爾獎得主 法國的提諾爾 到今年的迪頓 因為法國提諾爾 他是講調 對於壟蛋企業的監管很重要 其實都是一個 左翼經濟思想的崛起 你再看看最近這兩年來 全球的經濟 比如說希臘 左翼政黨 齊普拉斯的崛起 這個不是偶然的 這個其實是對近代資本主義 社會極度發展的一種反覆 極老師 這是對於商學院教授 這種悲哀 為什麼大量失業潮即將開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右派經濟學 自由主義 全面開放 你會怎麼做觀察 特別講平等不平等 什麼叫平等 你剛剛前面提到 你會怎麼做觀察 對 因為我們在哲學界當中 我剛剛特別提到敵頓的觀念 我強調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正義 這個社會正義的話 就是強調社會平等 因為我這學期 在台大哲學研究所開講 就叫做不平等的起源 我跟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觀念 就是這個敵頓這一次得獎 其實熱門人選當中 還包含了皮卡迪了 這是21世紀資本論的作證 那他超越他哪裡 他超越他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因為皮卡迪的觀點 就是強調21世紀的資本論當中 就有一種階級的概念 越來越有錢的有產階級 跟越來越無錢的無產階級 這個產是什麼產 這個產就是財產 但是敵頓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他就認為 就是說我們通常 在自由經濟的社會環境中 會出現一個觀點 就是每一個人是自由的 所以你有錢 你愛幹你的事情 我管不著 只要你不害我就好 你愛買什麼車 只有你的事情 可是敵頓他的觀點認為說 是這個金錢這一件事情 在一個自由的環境當中 會間接的影響到我的幸福感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幸福感是有兩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個是我的健康 另外就是我的福祉 你那個錢很多 如果比如說 你如果說是國家的這個 醫療庫德的腎臟 要換腎的人 用錢可以來標售的話 對 那麼有錢人可以 可以痛快的大碗痛 換十四都沒關係 對 那沒有錢人的話 一次就掛了 所以他說這個 直接會影響到 我們自己的生活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敵頓的本身的話 已經是超脫了 我們現有的經濟結構 對 他不是左右派的觀點 他純粹完全講的是一種 你在一個面對現實的情況 你要如何修正 最後講他的AIDS 這個系統是怎麼系統 這個比較簡單好用 這個系統的話是用 我想他這個邏輯 未來可以解決 全部的經濟的問題 老師做一分鐘 對 你要把蔡英文跟紅袖組交動 現在目前所勸貼的 都是一種整合的技術 因為你從個體去研究的話 發現有很多政策 他是矛盾的 對 你總體用一個政策下去 但是個體的話 你會用多元的政策 然後去挑剔 去把那個沒有用的 或者是矛盾的一種政策 把它挑出來 所以整個國家 像台灣 或者是整個國家的這個政策 基本上不是沒有政策 很積極 但是沒有一個整合的 從個別的情況 就是從個別的情況來看的話 就是我們看個股的話 你就知道說 其實我們看 為什麼馬英九的施政會有無力感 因為他看的是主技處的數字 可那個數字 對於迪頓研究來講 對於一般人民來講 是無感的 你不能只看數字 要從個別的情況 所以說我們從個別的情況去看的話 就可以知道跟股票一樣 你說大阪跌到8500還好 什麼還好 8500已經都受不了 有很多個別的情況 那這個個別的情況 這個政策 因為政策之間會有衝突 是 這個衝突的話 如果去解決 你如果說一個因素 一個因素像AIDS這個 叫做接近完美的一個 所以上面看的公式嗎 對 這個是一個paper的名稱 就是它的AIDS是從哪邊來的 就是almost的這個頂面 就是接近完美的一個 idea的一個吸球的模型 吸球是消費 吸球消費 最傳統的就是utility 效用 不用說你現在9點鐘在看電視 你肚子有沒有吃飽 就效用 對 每一個階層的效用都不一樣 不用說30歲到35歲的 它的效用是不一樣的 對 那像各個所得的階層 也不一樣 也不一樣 對 你不用說像 窮人想吃牛排 有些人想吃素 對 那如果說 我有這個好幾億的話 我想買遊艇 對不對 那每一個人的那個都不一樣 沒有幾億的人想買漁船 對 要偷渡 你不能夠從總體 從下面 從上面的那個總體數字去看 然後去做政策 這樣的話每一個人都驗聲栽造 為什麼 因為沒感覺 你去問我沒感覺 你說說這樣什麼 我也沒感覺 CPI一點多% 扯淡 怎麼物價有一點多% 經濟GDP3% 扯淡 我看衰退十幾% 最難的地方 其實是跟產業一樣 第一個台灣有代工的產業 日本有關鍵的產業 美國有什麼 整合的產業 對不起 iPhone這個智慧型裝置 是我發明的 裡面有很多的專利 有非常多的那個 都是台灣的 都是日本的 但是整合性的政策非常重要 這個AIDS這個系統 可以把這個 由下而上 往上 看得出問題的手在 然後又一個整合的 比較精密的一些政策 去解決所有的問題 所以結論一句 到底台灣有沒有幸福 就看我們總統候選人當中 誰先把AIDS搞清楚 不要問他 AIDS 我對 艾滋病的看法 如果昏倒就知道 台灣未來四年沒有希望 我們可以去跟他做解放 好 謝謝四位 謝謝